各位馬鞍,香港時間晚上10點左右 這一節都是講中國房地產公司的問題 但這就是因為中國據問要求許家印用自己的身家 搞定恆大的問題 那些人就聽到很嘩然,我們在英國管治之下做生意 就知道有限公司是公司數還公司 有限公司輸了錢,輸了就輸了 就不應該會輸身家的 除非有些特別合約是要用身家填 當然中國政府這個說法就很不符合英美的說法 首先,話說回答 我在歐陸做生意的經驗 其實中國這個啟發是很接近德國公司法的概念 習近平很多東西想抄德國 但當然他沒有德國的法治 就抄在德國最壓實的東西 德國搞G&B Heart 即是有限公司,即是有限公司 在德國的法律裏面 你是要上身的 做Manturing Director 特別你是有控制股權的 那是要上身的 即是所有的債務責任都要你揹著 這就跟英國不同 所以英國成立有限公司是很容易的 但德國成立有限公司是很難的 德國成立有限公司要 你輸了就算了 因為英國有限公司很多時候 他拿來做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即是英國的有限公司 我猜可能有相當的 proportion 其實是一個project裡面 方便譬如那些partnership怎樣分 因為你用partnership是很交的東西 那用有限公司 將債務責任和股權分紅責任 和帳目這些東西 劃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從來都不會要求老闆上身 因為如果老闆上身 跟英國成立有限公司的概念很不同 但德國是不鼓勵成立有限公司的本身 德國是不鼓勵的 因為你成立有限公司 德國的優惠會造成可能惡性走數 因為你是有限公司 如果我讓你那些managing director不上身 你那些managing director 做出一些不負責任決定的時候 就會有損那個債權人的利益 德國是一個很著重債權人的利益的國家 所以在德國的理念來說 他們就很難想像我們英國成立有限公司的方法 我們英國成立有限公司是食山彩的 即是你蓋這些house 你進入所有資料的罐頭的 你又不是要成立什麼guaranteed limited 即是保證有限公司 因為保證有限公司的本質是慈善團體的 我又不是成立guaranteed limited 即是一般private limited 你進入你的控股權 那些董事的資料地址 接著你等companyhouse寄信 接著再寄信 和HMRC搞textation的事情 說完了 接著你公司不行 搞不定 叫vinding up 我沒有聽過vinding up 沒有問題 vinding up 就找cord搞定 說完了 問題是這個不是大陸法國家 羅馬法國家的理念 所以你說許家印 要求許家印填數這個東西 對香港人聽到嘩一聲 但如果你是在大陸法國家做過生意 中國這個說法不是沒有grind的 因為 suppose來說 在中國的公司理念 即是 基本上在羅馬法系來說 因為中國始終是羅馬法系的國家 他有這個理念就很正常 但 but 正常還正常 但如果中國說得 叫許家印填身家 真正的問題 就是中國沒有錢的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OK 很多東西 你說西方 你說德國 它可以大條道的要求 這個managing director 填數 如果真的有些大公司 那時候 那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 finally 都不會這樣做 也是 除非涉及稅務和工人利益 否則都少這樣做 多數都是 你輸到這個位置就算了 多數 因為這個法院有財養權 他最主要這個logic 他變成了用的精神 最主要是保護工人 所以德國 你不可能是惡性就數 你不可能 濫用破產獻心 破獻基金 這個玩法 德國不可能發生 你不可以惡性走稅 不可以的 他的原則就是 保障 taxation 保障工人的 是這個 主要 問題就是 你現在中國說得 叫他加印填生家 那個就是 因為 如果由一個維穩角度 你其實是可以給他過度安排 給他加印 你沒事的 你達成某些政治任務 我黨 救幾間企業 你幫我做某些仆街 沒所謂 你只是政治 中國最厲害 中國和產黨 什麼都是政治 其實 問題就是 你今時今日 如果你叫他加印去填藤 你沒有錢 其實你暗示就是你沒有錢 我今早的分析 就是說 美國財政部長 耶倫和牛柯 整個視像會議 應該沒有事情要談 因為沒有了道 他還說未來繼續談 你知道沒有了道 我猜其實問題是 最主要是 中國缺乏美金 我一如今早就這樣說 中國缺乏美金 中國缺乏美金 我猜保守股 只有四千多億美金 外匯儲備 問題就是 中國房地人工資 有1000億美金 那些債務 中國根本沒有錢 去應付這件事 所以叫許家印 你許家印有多少 你填 幫國家 幫黨和國家 你破產算 你做回一個普通人 你都吃了不少公司的錢 我猜他的言下之意 如果你許家印不受罪 我猜 可能就用框功夫 那些罪名 其實基本上 他現在中國就是沒有錢 他現在就是 他可能下一步就是用 許家印 規空公款 有違誠信 這些罪名 最後就撐起他 我覺得機會很大 因為沒有東西 中國沒有錢 沒有錢 你許家印也有些身家 也有些錢 你許家印那些錢 我就要你幫黨填出來 我不能夠所有人都幫你填 甚至就是 可能要不要大狗填上一份錢 這個不知道 大狗有可能要他填上一份錢 但是因為 你知道 甘比之前 較早前已經 沽售了部分 恆大的股權 你是不是要這麼容易 令大狗 和甘比兩夫妻就化 就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始終他在自由市場 他找到水魚 丟那些股票 他有人接貨 那他 當然 我不知道他找誰接貨 但是如果他找到人接貨 就 你咬他 你咬他不著 OK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所以 現在我想 恆大的前途 第一 如果中國現在真的沒有錢 我之前也說過 中國的外匯儲只有四千多億 那恆大的美元債就 一百百九十億 差不多是這班 中國房地產公司 那些 美元債務的五分一 我想 第一件事就是 中國是不敢去救恆大的 中國 所以如果你有恆大股票 你有恆大債券 我勸你 就怎樣 你不想變長子 或者變廢子 你自己有辦法 你可能真的怎樣 你自己也要買 這個就沒有辦法 因為中國政府的訊號很清楚 就是我不救你 我救不到你 我沒有錢救你 這個訊號很清晰 這個 我跟你說 就是 我想 這個問題是第一個 我看的 這個 就是 恆大就沒得救了 就是 要你自己在家印 就不用說 然後下一步 就會抓去家印 你說 為什麼抓去家印 很簡單 你搞出這麼大盆市 要我習近平去撿 那我就抓你 是這樣的 中國政府沒有必要支持去家印 跟依次不同 還有 一件事就是 對習近平來說 他是一個剷除地方 所以一個好的機會 這件事就很少人特別發現 因為中國的房地產 這麼蓬勃的原因就是 梁振英 將香港政府那套 收入模式 revenue model 引進入中國 其實今天 中國房地產搞得這麼嚴重 那個最灰禍的手就是梁振英 梁振英 就教中國地方政府 英國人是這樣 籌集公共經費的 你可以不需要特別交稅 賣土地已經可以怎樣 空手道 之後 之後 中國的房地產 那些法律這麼奇怪 就是那些房地 怎樣 就是中國 那個產權和擁有權 分開土地 學哪裏呢 就是學香港的 因為香港所有的土地 都屬於英雷旺 本來 你只是 買個利益回來 你只是買個租用權回來 這個就是 為什麼後來產權的概念 並不是ownership 是right to income right to revenue right to use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定義 這個是香港政府的發明 其實是 英國澳的發明 英國澳的發明 英國澳發明這些是很厲害的 我正在說 就是right to use right to transfer right to revenue right to income 是用這些概念去界定一個 一個叫做產權 所以叫做property rights 就不叫ownership 不是ownership rights 是property rights 是這樣的 你有一個ownership 但是如果我這三個rights 是受到 absolute protection 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說 你私有產權和這個 共產黨那個 擁有所有生產資料 這個概念是沒有衝突的 很和諧地存在 這個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之後就是濫用 譬如你說 中國的土地產權特別短 那些使用權 那些right to use 的period特別短 跟著 香港至少50 50加50 中國可能只有30 這些奇形怪狀的東西 就很多出現 但是因為 一直以來 中國的中央政府 沒有辦法 在財政上 滿足地方政府的需要 所以地方政府要自己賺錢 就是這樣解釋 但是這個是令到地方勢力 助大的因素 如果在以往老江 老虎的年代 這種因素 這種地方勢力 助大就沒有所謂 其實習近平是毛澤東 他是一個 頭勢力的時候 不是不是毛澤東 是時候的毛主席 作為一個小毛主席 那是他 你可以不容許這些地方政府 坐大 而你許家印最大罪名就是 你是協助地方政府金融 那,好實說,我習近平派你許家印,是不是? 要你許家印死,我要你房地產死 我地方勢力完全消滅,是不是? 地方政府沒辦法,有自己的小金庫 喂,有什麼都要聽命中央,是不是? 中央要你做狗就做狗,中央要你做貓就做貓 沒有所謂的,這個事情 所以你問這次,為什麼習近平他另一個算盤 他這次不夠就不夠吹嗎? 我說恆大搞出金融危機,沒有所謂 有什麼事閉關鎖國,這個就是習近平的心態 反正我都沒有錢,我是發紅,為什麼吹? 你這次 所以其實你叫許家印,書生家的話 你都可以預期去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要許家印,書生家的話 我想你要有心的準備,隨時來一個 真是發源自恆大的金融開始 你說香港的金融市場是一些很危險的市場 我告訴你,是 你說那些債券市場會很危險,都是 會不會十月股災,現在就拖了時間 但是你說十一月是不是安全? 不安全,因為 你看到中國那個拯救企業的實力 其實也都見了底 因為你只有四千多億美金的財政儲備 的外匯儲備,就一定是不夠拯救的 因為你的淨外匯儲備太少 你做這個 涉及千多億美金的中國房地產公司的債務 你還沒計過銀元成本的話 我想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放棄拯救 我今早都說了 他說最後你拯救就是攬炒的 那他不如不拯救的,我猜習近平的心態 我不拯救還有賺的,就要你許家印使 所以我想 對大部分,我叫大家不要買恆大的股票、債券就不用說了 但是你說香港或者亞太地區的 股票市場或者金融市場,我也是不要碰 因為也是為什麼 這幾天金價上升的原因 這幾天金價上升 你記住有時候突然間金價上升 好像沒什麼大新聞突然間金價上升 然後你見到最留意金價上升的是印度、巴基斯坦、中國的人 你知道那些地方一定有問題的 一定有市的 一定有市,他們才會把資金避險 避險資金一般人只有兩條腿 要不就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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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黃金,是隨便一塊 現在連銀都升 那連銀都升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答案也很清楚 答案就是 因為有些人,我猜他們 收到封都不是通脹預期的 是收到封可能 經濟,因為通常黃金 你拿黃金來抗通脹都不是最有效的 因為抗通脹還有很多手段 OK 拿黃金就不是抗通脹 黃金是因為對貨幣的不信任 通脹都是小事 通脹仍然是可以控制的 現在不是通脹 現在最怕 現在最怕是 中國經濟崩潰的時候 一崩潰的時候 人民幣變金獅子的時候 那些人現在是要將 你不能夠持有外匯 或者你持有外匯 都可能未必百分百安全的時候 你就將你手頭上的人民幣 現在還可以變成黃金的時候 就變成黃金 然後有什麼事呢 黃金都大了 因為黃金是超然的 在那個地位 為什麼比特幣這麼受歡迎 因為比特幣是超然的 比特幣一樣 比特幣和黃金的本質 因為它不是一個 medium of exchange 因為medium of exchange 它的transaction cost 太高了 說真的 但如果作為一個 medium to store the value 黃金和比特幣是很好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 儲存量是限定的 而且他們的新的供應 是非常之有限的 所以變成了 它的供應和demand 和供應長期失衡 即是長期 not equilibrium 那個理論是這樣的 因為 比特幣是人為 令你劃礦的難度一路上升 你知道街梯 你知道街梯一直這樣上升 所以其他垃圾幣 基本上不需要炒 你只是考慮比特幣和以太幣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是做 作為一個 store the value 是很好的 黃金也是這個本質 甚至為什麼 無緣無故銀都受惠 銀也是類似的物體 只不過銀的價錢 是比黃金的價錢低很多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問現在的形勢 其實就 如果你說要許家印 連身家也要賠賣 其實他言下之就是 我救不了你 還有一天 就怎樣 大家都會想水 而且你還有那些建築公司 你究竟有沒有水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林鄭月娥本來要搞什麼 明日大嶼 那些很簡單 那些幫中國的國企 夾水紅 夾香港人的外匯儲備 問題就是 現在可能 習近平計過 如果你明日大嶼 那些你分分鐘要養地產商 好像不太好 分分鐘他廢時搞 可能搞另一些事情 可能廢時搞 你要直接把錢 全部都進入大灣區 什麼前海 那些 那些都會死 那些 因為中國沒有經濟前景 中國也沒有出口前景 其實你中國出口前景 大致玩完 因為我想大部分人 都不需要買中國貨 也是事實 大部分收買中國貨 現在我很多東西 都不是中國貨 我手上很多東西 哪些都是中國貨 我現在 一個新的控制系統的制 就是Stream Deck Stream Deck的制是台灣做的 OK 我的HDMI手指是台灣做的 OK 現在新的 新的 如果你說新的Mac Mac Mini 今晚我們需要做的 OK 新的 有些就已經 你說新的iMac 已經是我現在做的 關於中國什麼事 你還要說 今晚有一集 夜晚 深夜那一集 我會說美國的供應移民卷 那一宗 台積電就交了 供應移民卷 是美國想著再精準動手的先兆 所以那一宗 中國暴跳了 但香港的傳媒 當然全都沒有說 香港的傳媒 怎麼說什麼 香港的傳媒 你支持的 就先用經濟戰 一個陰光的這個國家 一定是 所以 所以你說 習近平 還要習近平 他不肯出席這個 26國 那個氣候會議 就是那個 26國氣候會議 其實那個 你習近平應該親身出席 如果你習近平親身出席 趁機你整個峰會 就是跟英國、美國、歐盟 攤牌 還好順便 但是你不肯親身出席 你 基本上第一 就是大家覺得你權力是否穩固 你不知道 第二就是你不肯參牌的話 其實西方國家就 沒有什麼必要和你談 因為如果本來 拜登和習近平應該支持 這個面對面會談 face to face 沒有 沒有這件事 原本你在格拉斯高面對面會談 有個峰會 你現在年底那個什麼峰會 年底 接著 拜登搞民主峰會 如果要不邀請台灣 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還有一件事 這個是 在歐洲時間 我會講一個 就是台灣外長 訪問歐盟這件事 歐洲這件事 這個是會 是一個禁 會不會歐盟 他們 我也會講 會不會有一些新的事 這個是考慮今晚深夜 說的 就是英美時段 一般我會講 英美時段 我會講 現在 我可以講 中國 如何 中國要許家印書 身家 道理是在 但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後果是很嚴重的 現在 這是一個訊號 中國沒有錢 你自己這麼清楚 你自己沒有這麼清楚 你是不是資爆了 我告訴你 資爆了很久 現在已經爆到 噴噴聲 應該爆到 你應該很快 來過金融海嘯 你來過金融海嘯 有些人自己 默默買金 你自己知道什麼事 今晚第一節 講到這裡 第二節 香港時間 矣語十二點到一點